請收看 為心世界 金宮百姊哺老美京 三節夢境 又為美絕 此地眾生 何不休息 無雙心心未妙法 百千萬劍咱祖父 五間劍無恩的相似 萬改如來真實意 南無本師學家母女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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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維新賢士統修版 我們今天共修金剛精 金剛精就是告訴我們我們的靈性 我們的佛聖 我們的聖名 我們的靈光 就像太陽那樣更的珠寶 寶物 他的堅硬到任何什麼東西 科技的東西都沒有辦法切除 沒有辦法破壞掉 這是我們人想修成的 各位要記得 我們人的心 就是這樣 所以佛經 開始咱當佛所 很簡單 我就告訴各位 你晚上把太陽放在心裡 白天把地球放在心裡 白天把地球放在心裡 破壞掉 永遠在心中的太陽 那麼心中的太陽 你究竟怎麼樣當它花光 我們來知一些法嘛 但是 什麼樣會把我們太陽那顆光滅掉了 我把它衝掉 只有 只有 三個條件 第一個 餐 吃 我們餐不完 沒有 不簡單的 我們要哭哭求啊 哦 先頭在天上 慢慢沒到啦 長額 在月亮那麼遠 你愛也愛不到啦 吃咧 切開所有的事情 咧 我們就 無敵鬼了 所以這三個毒啊 這三顆會把我們的靈性 會把它蓋掉去 但是我們的靈性 那顆光 永遠還存在的啦 所以我一直鼓勵我們大家 我們一邊用《易經》 對待的法則 一陰一陽是味道 陰陽入月最常生 可其天理然文明 若有真聖鬼谷主 一出天下定太平 太平就是心安的境界嘛 就是太平嘛 那麼我們人 每個人在世間 我們的身體 一死人 金金够狗 到最后来 三辰七代 百般的武器 都出来 三辰七段 什么都没有了 只有留一公子的骨头而已 那么一公子的骨头 是变成一个灰气物 所以美国对于人的尸体 变成灰气物而已 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灵性 灵性就是我们的 关心我们的佛性 所以我们开这种法门 一般我们对于疫情风水的研究 三个月就出塞了 为什么一下子要这么多年 够老到天上世界还是要修 你还没找到燃灯火索的时 我们一定要人家修 所以我们疫情大学 我们现在已经有十九届 十九届 我们一直在共修 无上圣身微妙华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勤洗诸妙华 愿此功德皆为相 那么我们 变成如来之实义 什么叫如来 我们的一个心 如来就是一心而已 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 一直在开课 台湾过地开一开一课 每个 因为第四个礼拜天 一定要回来共修 讲解百家思想的上圣妙华 那么今天我们共修 我们第一届的班长 也是台中道场住宿 园律法师 他过了很久了 将近二十七年了 今天也参理共修 我就请他来正道 我们大家鼓掌 鼓掌 师父 以及在座的法师 同修 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一家听书 开始金光经 开始金光经 我们会感觉说 阿弥陀佛 我有的听都没了 也不知道目的在哪里 师父的开始 说到整天这么久的时间 终于是要让我们 正在地区 你的认为说 我今天乘客一天 我要怎样来运用 在我的生活当中 我金水师父 这么久的时间 我就是很困难听师父 的开始 一点一度的累积 我才有法度 加紧那一日 来务住 我们生活中 要怎样来处理事情 要怎样来帮忙 很辛苦的人 让他离开这个痛苦力 思诚说 我们要疼二十多年 有的人不经就烂了 人家在这家伙子 你这就要疼那么久 实际我们都不知道 为什么要叫你 在那久呢 因为人们都是健忘的 今天跟你说的事情 是跟你说的开始 金光经 说这么多的时间 你所记的这十分钟 内容而已 你记得很少 各位 你还很多记不起来 所以师父要苦口薄心 一直开始一直说 这样慢慢地一直累积 我们在这小肝 是怎么这么多的 会不会顺失 这么多的事情 这年多的病痛 都总是起因于 我们还有很多的业 还有我们的福音没够 我们的鬼人没够 所以要担这久时间 就是要让我们累积我们的福分 要让我们一直来继续这个压 我常常在说 好 你夜间风水都瘀得很厉害 但你拨牌时 没天意 没鬼人 你就瘀得很厉害 你拨牌时 你拨牌时 找不天意 你也是四楼一条嘛 是不是那累累 所以就是要来累积福分 我们这个维新圣教 这个范茫 我不是 从少年就在这 我很多宗教都连过了 我都连过了 我感受到维新圣教 我从这个平台实在有够珍贵的啦 什么平台 来为中华民族 这万世祖灵 来让他离开这个通口 5千岁来修建 viruses 三千七百多元 这万令 让他离开通口 我全世界这么多 万令让他离开通口 我们来维新圣教 就是来倒得做这种工作 这是有够珍贵 我们人在这世间 想要緊就是要有貴人 我們的孩子出外面上班 去外面吃頭路 要有貴人跟提拔耶 好了 你都沒有貴人 我們的四世去外面上班 你看不到嘛 完成這次就來了 就把牆去做派 就把牆去入黑暗的 抵押 沒有就把牆去 你怎麼照顧得對 你來這裡看問 一直認真做福 一直認真來結成縣 一直認真來創造貴人 來創造你的福氣 這是師父今天創造這個平台 給我們想得很珍貴 你去外面黑暗的金黃水 絕對不叫你最經的啦 不然讓你做好的平台 沒有給你造福的平台 我們如果痛苦的時候 你沒有貴人啦 所以在我們這個看問是有夠珍貴 全方位中夥 你看師父在講這個金光經的 他教我們轉煉耶 我會記得說 有一個菩薩從高雄來到台中 他說 他在南部大嘉義那裡 他們兩個後生去高雄那裡 賣那個賢酥雞 炸雞腿 當然做生理要本身 他就把家裡這間家拿去造成 讓他做生理 做了就順順了 有賺錢 有賺錢之後 一直來留他的房貸 一直來這樣一直 下去做 有一天 他就去不知道一個什麼發問啦 就跟他說 你這樣穿靠喔 你不要殺生喔 哇 害了嗎 他去想到說 他們好生的這兩個寶貝的小孩 在那裡做這個賢酥雞 炸雞腿 殺生耶 這個黏一出來 還認為說他都要刺減者 都沒有穿靠 這個黏一出來而已 性你都開始漸漸落泓 落到 起反落到 害了 我開兩個小孩開這個店啦 生理繼續這樣下去 我這間房子要讓他打賣了啦 他说我冠金贪污 我先输赤就不在做了 我就要去当请靠了 要这样跟他说 我听了之后我当然常常听说有开始 我有那个地肥 我有那个生活 我说 什么叫做请靠 不是说吃素就是穿靠了 佛陀也说 这杯清淨水是八万四千糖在里面 你去带吃素 你说切菜 切菜也有洗面 人家做过的实验 把切菜都搁电脑 用刀子这样丢下去 那切菜要爱叫 你把切菜都搁电脑 怎么吃素 他也要有洗面 他也在那里爱 你水拿来把胸肝肝 里面的死菌都搁电脑 也在那里爱他叫 我跟这个菩萨说 你还要专量 你要感谢到这些鸡鸡 以下这个业鸡 来让你做出来很香的 很好吃 让这些人吃下去 身体都要破坏 有力 来贡献这个社会 来做出更 这个 来 让这个社会 再创造 好害幸福这个社会 你怎么不想说 我做这个东西是来贡献社会 让人吃到不咬死 有的人只要吃鸡腿而已 说他不想吃了 他只吃这个 他吃了什么 有这种人 你开始想惊 回应给这个鸡鸡 为了捐出他的身体来 贡献这个社会的这些鸡 的鸡 你给他回应给你 这个鸡鸡不断不来 给你含买 他还给你感谢 今天往生净土 他很爱给你吃 很爱给你煮的 因为你吃你用他的肉 来做的时候 他吃得到往生 让别人吃都吃 吃都放肚子而已 我们要转念 改变你的看法 要改变到什么 生命就开始又起来了 他不知道没整个月 四十六片含这间房子会去打买 想好 穿好 不是吃东西 诵经 念佛 执奏 这样子来做 所以我们书书 创造这个平台 让我们来为万世 为万世祖灵 为建青翁世这一万灵 我们来为他们来送金 你给他看 你跟这些人做多少 会够善缘 你跟这些人够多少善缘 在里面 你这样做 哪有可能你没鬼人 你怎有可能你也没损失 我来有一个师姐 他这样来到台中道场 一把眼泪一把鼻涕 这个师姐没鬼鬼 只有四十多岁单亲 他一个女儿 住在一个公寓 他跟我讲 他每天都睡不着 他的女儿 每天都叛逆 医生开给他的药 从中国中山荣种 医生看到他就吓了一跳 就说你不要再给我看了 我这油要已经放得上当了啦 我放下去了 他已经束手无策 来求老主 我就跟他讲 你要从送经开始 再来从你的住家环境改善 第三 你要来上课 你要去接法 要来上艺经课 你来上艺经课 老主才会有 拉一条无限的电线给你呢 你来接法 才有办法拉一条无限电线给你 一直给你加持充电 你如果离开了 不可能 不可能 你继续上课 即使 在那一段时间也不够 我学生我都说 你可以打瞌睡 不考试 老师都不考试 迟到总比没到好 人都是懒惰的 你不能一次没来 第二次你又没来 再来都没来 阿姨开始把住家 用我们的义经风水改善 因为她的床铺睡错了 她的女儿房间也睡错了 入门也弄错了 改善 经一送 刻一上 开始发出灿烂的笑容 从此 药就渐渐减少 问我说还要不要吃药 我说你 你就吃 不饱你也可以把它吃到饱 不吃也没有关系 就是这样子嘛 我们就发门 我们还有一个 善信大德 他的儿子读清华大学 读到三年级 突然说检查 淋巴案 短短一年的时间就往生了 结果他的住家 风水有问题 厕所在门口 虎佑 大门虎回头 睡着床 上面马桶压着 无死也拔掉命 没有贵人 一生病没有贵人 直到往生了 才来找到贵人 你看 多可怜 所以 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很高兴 你这一生 有这个机会 来到维新圣教 维新圣教 全方位的 从我们的念头的改善 从我们 诵经的改善 风水的改善 用意的改善 什么都来 包括 我们如何使孩子 考上大学 使孩子 如何考上普考 考上公主 等等 我们都有方法 你如果离开了维新圣教 你就没法乡修 这么多秒放 在这里 祝福各位 阿弥陀佛 好 我们感谢 言语法师 他的心得 好 那么我们今天 共修 就到这里一个段落 请大家站起来 我们要回降 请大家合掌 回向 愿于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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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报四重温 上报四重温 下祭三屠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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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有建武温者 环有建武温者 西发菩提心 西发菩提心 同生极乐果 同生极乐果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中天我花花花 从小 我该伴多小天将 牙欢仅心笑鸟 从你最爱人不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